来 现在什么时间 2015年的 2015年的12月27号 周日的晚上快7点钟 是晚上18点59分 这是中国古话 第3的 number 3 刚后面一般 点灵又被截掉 我们继续看下去 网机网络 刚刚看到金号的匡颅图 我看看 基本上金号也是 好 可以的话我们到达宋代的宫领画家去 也是如果专讲宫领画的话 说里城好了 看里城 是这个城吗 我看看 画好了 里城 是啊 这里城看到了 是九一九西元九一九到九六七年 那是 是五代 五代宋 是啊 中国五代宋出 华家 青州 山东的围方 围方出那个是 是那个杨柳青的那个年画 还是风筝有名 是山东是那边 围方的话应该是 林斯再过来一点点 还没到林斯那个地方 那个叫什么南宁吗 青州 是啊 独卑科史图 我还看独卑科史图 看看古代的人怎么去 撕骨 看独物撕骨 独卑科 好 看你去看看 独卑科史图 好大F 诶 这不能移动吗 哼 这 这 看不出来啊 我出去 我看看 我看上面有没有这个 是 看上面应该有 是看到了 上面没有错 那一图图图有啊 这所谓的独卑科史图 你看他 那中间那个力那么高 那时候滑表 就是卑 卑嘛 是 卑上面有名文 是 那是为老者 大概也是为学究 隐居三年的学学究 看到 哇 深山当中有这一幅 一世而独立的华表 独卑科史 那个科啊 你看那个科 科就的科 不 不落科就 科就 科就是说 这字式化的 江话的叫科就 科就 就是那个 石头里面的鸟巢的酒 那科的话 一个是石头里面的鸟巢 一个是树上的鸟巢 分在不同 这叫科就 是科就 是独卑科史图 科史图 是很有意思 好 我们今天要直接找哪一个 呃 李成 呃 李成 那李堂 呃 李堂的话 看看 那那一段时间呢 基本上都是三样 李堂的那个万货松丰 是不是 我看看 李堂的万货 万货松丰 万货 万货 货 看到了 李堂万货松丰 是宋代的 这啊 他呢 就很明显 特征非常明显 OK 右下方那是 大博士的西山行李 大博士看西山行李 先看中间这个 万货松丰 哦 是啊 是啊 您能接成了石头的模样 是啊 万货松丰 是啊 是 那 突然跑到一个中间顶出来 什么大一个 似乎立在正中间 是啊 中正 都万货松 好 我们待会过去看 是啊 右下方那绝不是万货松 就是那个西山行李 我说那是 就是非常成熟 是范宽嘛 就是 宋代范宽的西山行李 那我记得他们有讲 导致我喜欢 障眼一些 那个是谁 是 什么领的 那位 那位以前的故宫说话错了 吧 那就是 忘记他名字 还做一些摩歇族的文字 那时候还在 国府制度的时候 什么领的忘记 他看到那个是 万货松丰 上面有的是 提的字啊 提的字在上面 是 是哪个地方 忘记 那下面那一方 这是行李 行李是 行李过客 行李是 山水 人在山水当中 是个过客 是 西山行李图 是 这西通常不是写成三点水的西 就是右边一个鼓 山鼓鼓那个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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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有没有搞错 是忘卧 看看这回事 不是 是 如果是 我搞错了 那万 西山巡旅 是 西山巡旅 那下面这一幅呢 这应该是 这才是万货松丰吧 是不是 刚才那一样 是 那个 看到字写在上面是万货松丰 因为看到那个 特别的严实 其实特别严实 各位不要认为 那好像是 我纯粹理想 想象出来的石头的样子 那其实黄山呢 这江南一代的严实 很多都是类似这种地质现象 面貌都是类似这种 那一定的科学 客观的 客观的 行查的态度 去模仿的 不是 凭空想象出来的 那然后呢 我看 好 我来找那个是 马一角跟下半边 那基本上 快要圆带了 看马一角就下半边 马远跟下跪 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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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化 好 过去 马远 是啊 是马远的 是不是 南宋四家 马远跟下 这面有写 李堂 刘松林 马远跟下跪 还是南宋的 我就快到达 元带的初期 那这一幅 这叫什么东西 是啊 是促锈 我说 我看看 是一样有文人的 那感觉 这是马远 那下跪 再看看一幅 下跪的 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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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跪 哦 长江万里处 OK吗 好像 长江万里处 是 诶 有东西 检视所有图片 哦 是啊 波涛 是 非常壮观 马一脚 下半边 马远的话 就是有些人说 哎 他分享话 类似都是 左边一边 一个偏角 或右边 一个偏角 突出山石 比较接近的 地景 远方 有点 有点 称托到前景 远景跟前景 下半边呢 通常就正好 画一半 一半的前景 跟后景这样子 称托 各占据上三 二分之一 跟下面二分之一 像这个 这一幅类似吧 这一幅 是不是 下半边 就这样 那马一脚 看看 马一脚 下半 马一脚 马一脚 下半边 马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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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 去看看 马远 下半边 马一脚 下一脚 我这看不出来 看多一点 图片 看看马一脚 是啊 类似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看那一幅 就是类似 一个文师往前 是啊 马一脚 下半边 那还想到什么 好 我突然想到 另外一个 又一转念 又想到一个东西 我找 这是 谁 日本人 日本人 叫做雪舟的 雪舟 雪舟 OK吗 各位对日本人了解 雪舟 看雪舟 雪舟先生 雪舟先生 是啊 来 雪舟先生 进去 雪舟 是啊 这位雪舟 他好像 是 元代 什么说 从 他到杭州 是不是 到杭州 来 中的杭州 雪舟先生 雪舟 有些 摄杂的 看那个 达摩 那个 便秘的东西 我不晓得 是他画的吗 不晓得 我就是 这上面有些雪舟 是啊 看看一些 我印象深刻 就是他画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看看一幅 看这一幅 放大 看看 这上面有些雪舟 是 你看他这个 中国的绘画 有什么差距 是 有点 有点 险的 险窍的东西 是 有棱有角的东西 是 是 呃 这 运比较很刚强 是不是 雪舟先生 好 雪舟的话 我看看他什么时代 看看什么时代 仿玉剑山水图 这是哪 在 钢山历 钢山县历 是 福顾亚马 看看 东京 我看看 看你们写 雪舟什么 什么